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28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出席会议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装备质量工作的重要指示 坚持实战标准问题导向 推进装备质量工作创新发展 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硬实托敌的关键物质支撑 张又霞指出要深刻把握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式 加速演进的战争形态 务期必成的建设任务 以对打赢负责 对战斗力负责 对官兵生命负责的态度 把装备质量搞上去 要把准装备质量建设的发力重点 围绕真打实抗加强优质攻击 深入抓好现役装备质量整治 强化先进技术引领力 工业基础支撑力 自主可控保障力 促进装备质量迭代提升 要坚持向管理要质量 走开体系抓建新路子 探索科学管控新模式 立起标准规范新基准 打造专业人才新方阵 构建质量管理变革的崭新格局 张又霞强调 要充分调动军地各级主动性创造性 把质量责任压紧实 把质量文化培育好 把行业风气搞纯正 凝聚大抓装备质量的强大合力 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战区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分管领导 相关部队装备工作负责统治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领导 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有关领导参加会议